第27体右图是富士显微镜成像的示意图 由图中可以知道 我们观察到的像是经过物镜与目镜两次的放大 物体必须放在物镜的何处才可以产生导力放大的实像 提供目镜观察 我们从图上看出来物镜与目镜都是凸透镜 我们有请同学要记住 我们要让凸透镜成为一个导力放大的实像 必须放在焦点与两倍焦距之间 所以第27体问我们 物体必须放在物镜的何处才可以产生导力放大的实像 提供目镜观察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一倍到两倍焦距